玩具TV 回來了 一開播看到有一個人寫著郭靖 這個沒理由不認識 金融先生的小說 金融的小說有哪個大中華 華人世界 不是只說中國 中港台、加拿大、新加坡 全部都認識 這是一個正式授權的作品 因為以往太出名 可能有些未必有授權 但這個真正式 要介紹一下 明河出版社授權 金融先生和李智星先生 正式的公司 雖然金融先生不在 但問題是他的作品 要介紹一下這個造型 到底是否像漫畫上的造型 首先我們還未整理 我錯了 沒錯我先計 因為這個是射雕英雄傳的時間 其實射雕英雄傳是甚麼朝代 你記得嗎? 射雕英雄傳是這些朝代 看我這麼薄學 當然知道是金融的時代 金融的時代 應該是宋朝 應該是宋朝 因為記得那時候 楊康、郭靖、郭靖和黃庸 死守相仰城 那時候是金人 他叫金人 金朝是攻打宋朝 原滅金、金滅宋 金滅宋、原滅金 類似是這樣 我不太記得 總之那個朝代 總之是宋末 元初的年代 所以他們這個是宋朝打扮 而這個造型 基本上 你會想 這不是王入華 即是我們那個年代 我也看這個造型 為甚麼又不是誰 其實這個是李智清先生的筆下造型 其實當年李智清 李智清先生依然在這裡 很健康地在這裡 金融先生很欣賞李智清先生 於是差不多是御用 所有關於一些漫畫創作 其實都交給李智清先生 我們叫李sir 去清歌 去做這個設定 所以當時李智清先生 在日本和很多地方 水墨畫也是很有名的 哦 所以就用了他的筆下去處理 而這個也是的 好 我們看看 我就是看到 這個樣子 好像真的有少少 那種水墨畫 那種感覺 是的 但你又不知道哪個明星 因為其實真的有少少 我們需要一個攝影師 幫忙攝影師 攝影師 攝影師 這個是女士 對 慢慢地 可以嗎 德哥來了 好 上下掣 上下掣 對 即管試一下 不怕的 按上去 對 不是上下掣 好了 好了 其實這個樣子 所以你們不用想了 不是像哪個明星 是一個幻畫不下的人 沒錯 這個呢 因為這個年代 哇 有隻蟲 一說起這個 就很蟲 就是武俠片 就開始出現一些 我們給大家做給大家看看 我們先看看 如果除了雞 就可以帶回這個 可以除了雞 原來是這樣的 可以帶回這個 冬天 因為那個年代都是 不是 那個 是的 因為其實 郭靖也是這個 金刀駙馬 這個是少年郭靖來的 廢話少說 我們講一些材料 這個毛毛好像真毛毛 這個毛毛也是真毛毛 哦 這件衣服也挺仔細的 是的 看到這個 就是一條皮帶 加上衣服 說真的 這個秘密 不過又不能說完 其實這間公司的代工廠 是一個很著名 專門做古代冰人的代工廠 就不是第一次做的 所以你看到 所有的考究地方 都做得足 所以不用擔心 這些有時候 新廠做的冰人 可能會差一點 這個不用擔心 很著名的 不過其實這個 這個武俠小說裡面的角色 就是實體化都挺過癮的 是啊 也應該不是太多 坊間有這些選擇 是啊 那我們就辛苦一下 德哥 或者 劈力下一點 慢慢射下來 我們下面 可以 拉 雙面雙面 雙面雙面 有的 可以用手指 可以用手指 嘶嘶嘶 我們可以看看 現在那個 衣服 其實你看到 下面呢 也挺漂亮的 是 這些 黑色這些 全部都是 真的是什麼 真的 刺獸來的 好像刺獸 逐個逐個 去做下去 咦 我們現在翻轉了出來 這個 這個 差不多 好了 夠了 好 我們繼續拍攝 這個位置 好了 全部布 因為古代衣服 其實是難處理 尤其是 我們真的不知道 宋潮的時候 穿的布是怎樣的 但是 盡量 用它那種的方式 好了 講完本體 我們不如講一些 配件 配件也不少 哇 這一本厲害 我們可以做一個短短的笑片 是的 兄弟 韓龍十八獎 賣給你好不好 我看你骨格精奇 才賣給你 才賣給你 第二個我不買 這個拯救世界的責任 會覺得太貴 會啊 會啊 再便宜多五毛錢給你 一元 好好好 但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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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假的 韓龍十八獎 我就不知道是假的 可能真的跟他練習後 真的怎樣 是呀 印了 另外 就看看手型 那些手型 Lawrence 真的不是亂來的 這個手 剛才阿德哥說的 鷹爪手 鳥人那些 哇 這些真是一些 不知道什麼功夫的 好像打罪拳的 對 像罪拳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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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叫什麼 這些掌 哇 這些好像可以 打獨代神掌的手 這個像是否可以有東西 不如拿進去 這個像拿武器 這個像拿武器 原來也有一些 武器 沒錯 既然講到武器 玩兵人 不玩武器 實在真的太可惜 三支箭 三支支箭故事 嘩 所以叫射雕 英雄傳 因為郭靖是射 射雕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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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雕 就是說他 那個跳起射雕就是他 因為他小時候 好像是孤兒 這樣 流落了金人 對 去了那邊 其實楊康也是 所以在北方長大 跟當時的蒙古族還是金族人 結合不解之緣 做了金刀駕馬 有箭 應該有弓 對嗎 有箭 我們有箭 有桶 原來 有桶 這個桶 其實可以掛在身上 不過時間關係 我們不掛了 也挺漂亮 其實上面都是做了一些花 對 沒錯 你的弓來了 有弓也有箭 對 母親就像一把弓 箭就像子女 射了三支箭 真的有彈到的 對 而且弓是很金屬感 很重的 嗯 很重 很重 問得好 真的忘記了 留意到那間 SEVEN 其他各大零售商都歡迎合作 因為其實這個產品 其實剛剛才公佈 香港 但其實很快會有貨 很快會有貨 所以有興趣 零售也好 買家也好 儘管聯絡回那間公司 然後 就看看可不可以幫到你了 這把呢 會不會是金刀駕馬 金刀駕馬 真是很漂亮 真的 有些龍的 物體的頭 由於這個是樣板 我們好像是弄爛了一點 所以我就不特地小心 小心處理了 沒錯 沒錯 小心處理 嘩 上色也很漂亮 對 這個給你 金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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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刀駕我們就小心處理 對 金屬來的 金刀駕馬 金刀駕馬 金刀 另外呢 還有一把大刀 大刀 嘩 這把刀好像金毛絲王那把 屠龍刀一樣 對 我剛剛想問是否有名堂 但應該不是 因為不同小說 又是不同年代 金毛絲王不是那個年代 金毛絲王是張毛記 那時候是明朝 這把 這把也是好 這把的聲音很重 厲害 而且刀上全製造的 那些 不是漢紋 是花紋 正常是花紋 哦 這把我真的不知道 這把刀的出處在哪裏 可能要製造一些小說 或者是 看完 看完 你自稱的 蛇丟 我都沒有什麼印象 是的 或者看看有沒有 看直播的師兄知道 可以補完一下 到底這把這麼漂亮的 這把大刀 這把很漂亮 你看到這個位置是一個龍 抹大嘴 沒錯 很脆手 所以散件配件是不乏的 當然這個造型是少年郭靖 還未到現在 這個也是初幾期的郭靖造型 沒錯 還在蒙古長大時的樣子 所以其實是一個蒙古裝 那些部族的裝 我也不知道是金還是蒙古 是蒙古 蒙古 他跟發必利在一起 是的 即是元朝 還未元朝 要吞金之後才沒送 吞金也送 是一個很文采的人 接下來電視也好像在播放《天龍百寶》 是的 其實剛剛這個系列的牌子 除了《1-6兵人》之外 之前已經推出過一個叫做 《天龍百寶》的《蕭蜂雕像》 之前我們有介紹過一個很大的 一個雕像 其實接下來 我想都快發貨了 嘩 是的 即是又要 有機會開槍了 是的 沒錯 還有這個 今天我們首次要超爆玩具 即是說 其實我們已經超殺所有人 應該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其他人開箱 是只有你 只有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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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就只有我了 只有Toys TV是超爆開箱 還有接下來的動漫展 據聞呢 好像有青哥 即是李智清先生的親筆畫的畫 和簽名的特別版會發售 嘩 是的 所以今年的動漫展 聽聞大家都已經很期待 嗯 可不可以買好 可不可以去S7買好隻 再拿進去會場給他簽 不知道行不行 要問清楚才行 但是他有個特別版是準備了的 是 那可能如果你有原裝 即是買個原裝產品去 我想他可以簽名 我想未必 未必不可以的 嗯 你說認識Brian就可以了 到時我們再想一下 怎樣去安排一下 那詳情找回那間商店 Seven 好 那我們這裡 麻煩你Lowen介紹到這裡 好 稍後又來了 可能還有一些很神奇的東西 好 稍後見